不做流場接班人蘇炳天說 中國百米飛人蘇炳天 禮拜三訪問香港體育學院 與香港田徑運動員交流 他今年5月底 在鑽石田徑聯賽成為第一位 突破10秒大關的黃皮膚跑手 不過這位在廣東出生的短跑好手說 沒有興趣學流場 成為中國田徑的代表人物 千萬不要去接 因為我不是那種人 因為我覺得我對於運動 現在是熱愛和自己的目標 我沒有想要揹起整個責任 因為如果這樣說 就變成一個責任 我不想這個責任推開 原來有什麼事要找我 上個月在北京舉行的勢錦賽福賽 蘇炳天媽柱保特跑 都跑出憑自己紀錄的9秒99 那有沒有信心再將紀錄推遲呢 9秒98肯定可以 是 什麼時候會可以 很快的 多快 有比賽就可以了 現在休息中 要到明年最有比賽的中國飛人 亦都說 未來目標仍然已接力行先 因為接力才是最有機會人 前世界選法 蘇炳天媽柱保特 還點名稱香港接力隊 說他們幾年前跑出的38秒47 當時比中國隊還快 是影響厲害的說 我會 達到明年最初的